哈囉 大家好 我是Tommy 真的是好久不見 沒想到除了2017年明星賽的側錄以外呢 本頻道居然有機會可以來介紹如實戰績的影片喔 那這次非常感謝報學的邀請 我們一共會有5集 來介紹我們10週年的大改版 威之邦的工坊的牌組影片 那最近不管是看實況啊 或是看其他人精華 大家可能也有發現喔 就是全部人都回來玩了喔 那如果你也很久沒玩了 然後最近看實況 欸 好像挺有趣的 不妨也可以下載看看喔 那我們還是要先消毒一下 因為陣縫這個剛改版的時候啊 每天的Meta都在換喔 所以這5集介紹的牌組呢 也有可能已經被nerf了 那不管是有沒有要修正啊 或是已經確定要被修正 但不知道是怎麼修正的 喔 我都會在影片裡面講清楚喔 那牌組代碼的部分呢 也有可能會被我微調過 所以有興趣啊 或是有疑問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或是來我的實況直接找我 也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二話不說 開始吧 好的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 我沒有玩的這幾年出的全新職業之一 喔 是我們的死亡騎士 DK 這套牌呢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新出的職業其實 他有蠻多比較特別的機制喔 首先是這個符文的機制喔 這個牌組大家可以看到 我取名叫RGB啊 就紅藍綠各一個 可以看到在這個牌組裡面有一些卡喔 像這個林菲的卡 他的左上角有這兩個符文 他是二藍 這張牌呢 我是沒有辦法放到 喔 我這個RGB的牌組裡面喔 這算是死亡騎士很特別的一個機制 那有一些牌像這種一紅一綠的啊 就可以放 也有一些是二綠的 我也放不了 那當然也有三紅跟三綠的卡片 那這個就是可以引引你自己想要玩 哪一種類型的DK去組出來喔 然後包含在像是競技場選牌的時候 也是要先選好你的符文喔 不然接下來很多牌你是沒有機會跳出來的 那這個大概就是死亡騎士的一個機制啦 高綠跟高紅的牌組我也都沒有玩過喔 那我目前只有玩過純瘟疫跟RGB的DK RGB呢 是我覺得在環境裡面比較有競爭力的喔 包含在Nurve之後也是 幾乎沒有任何一張卡被動 這套牌的核心就是這張石廢的 高潮死靈爆炸喔 超級帥氣 生命竊取造成六點傷害 召喚三個二二的靈魂 依你消耗的屍體隨機強化 那這個屍體呢 就是DK的一個機制喔 在DK你的所有角色 只要有死掉 他都會累積屍體 很多牌呢 都是可以去消耗屍體的 可以得到更強的效果 那消耗的屍體呢 也會累積在我們這個高潮死靈爆炸裡面喔 就進得當作我們收頭的一個手段 整套牌是完全走一個TEMPO取向 那也有一些小COMBO 除了石廢的這個高潮死靈爆炸呢 還有一個變身的英雄卡 無頭騎士喔 是我們這一次威之邦的工坊新增的 那他的戰口是摧毀攻擊力最高的敵方手下 那如果有負數的話就是隨機 然後會把他的頭洗回去你的牌庫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跳動的南瓜 這個是原本的天生技喔 就是你可以用二費打三 然後是指定的 這個頭會洗回去你的牌庫 你可以用發現卡片的方式啊 又或者是靠賽手抽的方式 把這個頭抽出來 那是不用花費用喔 你的天生技就會自動升級 升級之後就可以發現一個不死足的手下 也就是變相的給你無限資源 但整體而言這套牌其實沒有要打到大疲勞 大後期啊 還是以tempo為主 不過這張卡是非常強力的一定要放 然後還有一些發現屍體的卡片喔 像是一費的黑暗符文 是可以發現武器 然後去做加一加一喔 死亡騎士有非常多好用的武器 但這些武器呢 因為對局的不同 所以好用的程度也會不同 所以最後在本身的牌組裡面 我是一把武器都沒有放的喔 選擇直接用找的 然後武器也有結場喔 亡靈大軍將最多5個屍體 復甦為有衝刺的220屍鬼喔 是一個很強的結場喔 全部都有衝刺 那要特別注意喔 有一些消耗屍體出來的這些手下呢 是沒有辦法再累積新的屍體的 不然你這個機制就會 無限的輪迴了嘛 所以用消耗屍體 叫出來的怪呢 都是不會再拿到屍體的 那本身因為這個 石費是需要消耗大量的屍體啊 所以在這套牌裡面 我有多放一張屍體新娘 這張牌是可以給大家去微調的喔 整副套牌呢 除了消耗屍體跟人家打節奏以外呢 也玩的是蠻髒的 首先瘟疫本身呢 就是可以去張一些無雙牌喔 很多那種宇宙牌啊 李諾牌啊 都很怕很怕這種瘟疫有複數 那是非這張黑爾亞呢 可以先把所有的瘟疫 總共3種 先各塞一張到對手的牌庫裡面 那你用找武器啊 像是這個統御者之杖 可以將隨機一個瘟疫 塞到對手的牌庫裡面 就可以造成對方的無雙牌 是沒有辦法觸發的 而且黑爾亞只要出場過後啊 這些瘟疫啊 只要對手抽出來 都是會直接洗回去的喔 等於說他整副牌的核心呢 就會直接被廢掉 那簡單講這套牌就是玩髒的 非常非常髒 所以骯髒的老鼠 這張大家比較老熟的牌 也是一定會放的 那特別是這種無雙牌 又或者是一般的牌 可能有一些key card 你都可以用這個老鼠去把它張出來 那本身死亡騎士的解場能力也很強喔 三費的角色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兩個一定要認識喔 分別是死亡士生324 病態的撫尼行者也是324 這都是非常強的解場跟補牌 所以通常這兩張324 你都會希望 可以搭配到一些有衝刺的combo 去做交換 然後把資源拉回來喔 這個是死亡騎士 很常去賺取資源的一個方式喔 那除此之外呢 二費的部分 我也擺了職業非常強的法術 冰霜打擊 二費打三 然後只要有擊殺的話呢 就可以發現一個冰霜符文 還有嗜血之徒一樣可以消耗屍體 來強化我們的牌組核心 以及可以發現一張血破符文的卡片 就是紅色符文的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一開始玩的話 這些符文到底有哪些牌也不重要 反正發現都是隨機的 多打就認識了 其實有一點像是在打競技場的這個感覺 那介紹完這些強力的消耗屍體的卡片喔 大家應該也聽得出來了 在我們這個DK的套牌裡面 如何在前期去堆到很多的屍體喔 是你這套牌可以運轉的關鍵 那這邊就會決定到你低費要去放什麼樣的牌喔 我自己呢 最後是採用可以累積到最多屍體的方式喔 首先法術的部分 這個二費的採礦受害者 基本上它就是二費可以去做到四個屍體 大家可以用這樣子去簡單理解 所以這張牌是一定要放滿的 還有三費的作物輪替 本身就是一個三費打四 然後又可以累積四個屍體 如果你可以跟死亡四真啊 還有撫尼行者去做到combo的話 就可以拿到大量的補牌 又或者是大量的劫場 所以呢 在DK這套牌裡面喔 不管你今天玩的是不是RGB 你可能就算是玩二綠啊 或是玩三紅 所有的條件都是不變的 這些在前期可以累積屍體的牌 一定都是你起手必留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屍體 你的牌組根本就動不了 一費的部分 有非常多人是放蛇油啊 蛇油也是相當好用喔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甲蟲鑰匙圈啦 那很多你們看到的DK啊 如果是那種純溫液的 通常會組的比較小 低費的部分呢 也不會放這些有發現的牌喔 那整體而言 如果遇到質量比較大的牌啊 甚至是跟我這個RGB打內戰的時候 就會顯得相當吃力 現在純溫液的DK呢 我覺得只能打無雙而已啦 就看環境是不是有非常多的無雙牌 如果今天無雙不是你的分段會很常遇到的 純溫液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優勢喔 打我這種組的比較五五開的RGB 也是偏劣勢的 質量到後期是完全跟不上的 基本上都只能靠手順來贏喔 好那因為是新職業喔 所以我們要介紹的比較多 還有幾張傳說卡也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張是我們的饒備饒布 饒備饒布呢 在你回合結束時可以獲得五個屍體 他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堆屍 而且他是428的體質 非常非常的難解 基本上你在4費準時打下來 又或者是說後手三跳式 出我們饒備饒布的時候呢 對手是要交非常多資源才有辦法解的喔 那在你的回合開始時可以消耗五個屍體 賦予你的英雄加五生命值 這個加五生命值是會突破上限的 所以如果你是滿血30滴呢 就會變成35滴 所以這張牌是非常非常的強力 基本上任何類型的DK這個老北老物呢 應該都是一定要放的 然後是我們DK的泰坦同育者 他有三個技能 這三個技能都非常強力 然後三個技能呢 都可以去發現一張該符文的卡片喔 那最常用的應該是紅符文啦 他可以摧毀一個敵方手下 那此手下以及你的英雄 都可以獲得其生命值 那跟老北老物的這個加血是一樣的 如果你今天吃了一個死血的手下 總血量就會直接變成40滴 然後這隻角色就會變成8719 非常強力 還帶給你發現一個紅色符文的卡片喔 那比較常拿來防守的應該是綠符文 召喚兩個有嘲諷 以及重生的三三不死竹 也可以發現一個綠色符文的卡 有時候呢 場面持平的時候 又或者是我方比較有優勢的時候呢 打出這個綠色符文也是相當不錯的 冰霜符文通常都拿來擊殺啦 就如果泰坦可以活三回合 你可以按到發現冰霜符文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也贏了 總之這張泰坦呢 我覺得算是以所有全職業的泰坦來講 排名應該是名列前茅的 很值得大家來玩一下 特別是很久沒有玩 想要回鍋的朋友 這個新職業DK呢 我覺得你一定要嘗試一下 而且我也做了這麼多介紹 想必對於這個牌組呢 應該是有初步的認知了 最後就是我們的樂團經理 菁英牛頭老大 這張牌非常非常的有趣喔 他可以在你建立一套牌的時候 可以用三張牌 變成你的一個額外牌庫 然後你打戰吼的時候呢 可以發現其中一張卡 等於說你可以因應你想要打的對決 去做變化喔 那我回來玩之後 玩過非常多職業 也非常多牌組是有放這個牛頭大佬的 大部分呢都是幫助自己 又或者是可能是無雙牌 因為要觸發里諾 所以把第二張重複的牌擺在牛頭倒大裡面 但是在DK裡面是唯一一個我覺得可以因應所有的狀況 去擺放自己想要的牌 可以讓你在不同的對決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也是可以隨時更動的 那在現在的版本裡面呢 我放的是 隨傳沉默 然後眼尖的追尋者 還有毒蛇 那毒蛇就是拆武器嘛 這個就不用介紹 那這個眼尖的追尋者呢 他是可以在排隊中喔 發現有飛騎士套牌的卡牌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它抽出來 那就跟我們前面的五頭騎士喔 可以來做到一個combo 等於說 如果牛頭人老大跟五頭騎士在手上的話 你就可以先 去把這個 眼尖的追尋者找出來 然後你六費準時變身 七費打眼尖的追尋者 你就可以直接獲得升級後的天生劑了 那當然這也是因應情況啦 如果你今天前面的tempo呢 是烏頭騎士沒有來 是黑爾雅先來了 那我們也可以改成這個隨傳沉默 可以去塞瘟疫 把自己變形成 從這個RGB的DK變成瘟疫的DK喔 那當然打到無雙系列的牌 你也是有一個這樣的上限在 所以在我的視角裡面呢 打天梯是真的沒什麼理由要用純瘟疫的 因為你就算是玩RGB 你也有機會 你也有一個上限可以變形成瘟疫喔 很靈活的 這套牌好玩就是好玩在 他非常像競技場 每一把其實你的勝利的獲勝條件都不太一樣 唯一不會變的條件呢 就是你前期一定是以累積屍體為主 這個算是玩DK最重要的觀念喔 你的流牌就不太能去流那種 需要消耗屍體 才可以有作用的牌 好的說了這麼多 我們要來看一把實戰喔 這把對到的是戰士 那戰士呢要嘛是無雙的 不然就是奧丁 就很適合被我們DK來抓一個 特別是我騎手已經有兩張老鼠了 那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大家都小打小鬧喔 這邊按了一個天生技 DK的天生技呢就是叫一個EE的衝鋒食屍鬼喔 他可以打頭記得喔他是衝鋒 所以不要忘記搶傷害 那最大的幫助就是也可以幫我們累積屍體喔 可以看到右下角在法力水晶下面這裡 這個就是屍體的標誌喔 告訴我們現在屍體的數量 那現在第三回合這邊呢 對面也沒有出牌喔 基本上我已經比較當作他是奧丁了喔 畢竟無雙會放比較多小牌嘛 所以在前面的回合應該也是會有一些 節奏的手下可以出喔 那他這邊一路空過 然後第四回合直接把一個武器砍頭 基本上我就當他完全是奧丁了 那奧丁戰呢就是一套OTK套牌 然後他是需要有一些key card的戰吼 才有辦法運轉 好我們這邊先下牛頭人老大 所以我這邊中間跟右邊就不考慮了 成如我前面所講 那這個對局呢這個武器有點煩 我們就先選一個拆武器 也不一定真的要拆到 反正就加減用 然後tempo一個44 看他怎麼處理 這邊 又砍了一下 已經補到41血了 有放蛇 然後鑄造 再按個天生技 基本上完全就已經確定他是奧丁戰了 那這裡就是一個鬼之read 因為我判斷他 沒有想要去抽牌 手上一定有貨 來 拉下來 這個就是奧丁本人 直接被我抓到 OK 頭直接爆開 這就是我們小人得志 RGBDK 好的 剛剛那場太快了 所以我們再看一場 這場對到獵人 起手就直接留這個絕望絲線 然後這個絲線呢 某種程度上 比褻賭還強 那大家最常拿來比較的也是鬼之褻賭 也是熟悉的老梗 那我自己就只有帶一張啦 那如果你想要改兩張 我覺得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就看你自己 遇到對局跟你打牌的習慣 決定這個結場要不要多放 也可以把第二張偷偷塞在牛頭老大裡面 好 那這邊呢我們就不理他 丟這個甲蟲出來喔 我們的結場法術呢都希望是可以交給野獸 而且手上還有這個絕望絲線 這裡呢他打了一個214 變成了236 不慌 完全不慌 只要有這個絕望絲線在手上 任何場面呢 我們都是可以處理的 這邊先發現一個竊魂者 也是一張強牌 好 第三回合 下來一個那家 武器 拔起來 場面變得 有一點點壓力 那這邊我們也不急喔 因為起手有留這個絕望絲線 所以我選擇去打剛剛撿到的太陽看守者 我希望他再多交一點資源 因為他的血量已經不多了 我們先鍛造一下 然後打這個發現 抓一個無頭騎士 這邊我會很希望他可以再多打這個 不管是是非非的狗狗啊 或者是作文啊 我們都是有機會可以一波全清的 然後這個223也是可以發現無頭騎士的 所以 是有機會在一場遊戲裡面呢 你是變身兩次的 這邊就是我講的作文了 非常非常非常的難處理喔 正常一般 DK能去做到的3加3的解 或是5費的解場 都是沒辦法處理這個檯面的 而且我現在才5費 所以對面這樣打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問題 壓力是給滿的 連換都不用換 唯一能解的就只有絕望的絲線 那這個東西呢也防不了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開始算喔 他場上有6隻怪 我有一隻怪 那這樣總共是可以燒7次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打 主要是右邊兩個1會死啦 所以他會多燒2次 那就看他復活的是哪一些手下 OK 繼續清 只要有人死 再繼續清 死亡之聲 再打1滴 滿滿的檯面 剩下一個1 這邊我們可以補個血 剪個法術 那因為只有一個1啦 所以我們就在打這個 銀牌士兵吧 疊一下屍體 可以看到右下角 我們現在屍體是只有一個 這個5會打不出來 好 5費 他又繼續鋪了4個野獸 然後再加一個55 這個55也是滿厲害的 就只要打過法術 就可以降費了 所以現在的獵人呢 都是玩這種法術生 野獸的token 然後再去跟其他的場地啊 或者是作紋啊去搭配 好 那這裡我們就直接變身吧 這個55處理不掉 相對來講是安全的啦 但還是有壓力喔 就要看對面的手牌 如果有開上線的話 可能還是會暴斃 但只要活到8費 就換我們教訓他 好 開始吃香蕉 一串香蕉 不管是這個香蕉啊 總共會有3根嘛 又或者是這個銀杯猩猩竹王 這個法術也是有3個 基本上都挺超模的 如果你競技場有看到呢 都是可以直接選的 7費這邊 就法術跟天生技 都可以過這個4E 壓力相對是比較小的 來 消耗5個屍體 復活這些22 然後2費過強 那這個領東號角呢 可以回復2顆水晶 也是偏離譜 也是偏離譜 好 7費 丟2個出土巨蟲 最後再打一個遙控暴走 對面這邊 宣告OIN 其實檯面呢 還是很強 那剛好 我們前面有撿到這張8 我們就直接丟了 順便讓自己再多 10個屍體 不好意思 是8個 我們自己的不算 忘記了 不過順利的 可以拿下這一場 這就是我們RGB的DK 都不是拿自己牌組裡面打的 強牌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威之邦的攻防 死亡騎士的職業介紹 最後一樣提醒大家 投資理財有賺有賠 正值該版出奇 千萬要小心使用你的粉塵 那經過了第一次的熱修 這個DK看起來是完全沒有被動到的 那我自己也覺得非常好玩喔 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有一點貴 但現在回鍋的玩家 其實是可以領免費套牌的 這個東西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可能要請知道的朋友們 幫我在留言區補充一下 那一樣呢我會把代碼放在置頂留言區喔 有任何的問題呢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討論 甚至是直接來我的實況找我也完全沒有問題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